大家好,我是石雕創作家林哲宇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不是石雕創作,但也算是一種創作過程 我在雕刻石頭的時候,我都會幻想 這些石雕它的人設或是背景故事 有的很天馬行空,有的很壯觀,有的很可愛,有的很奢華 然後我再透過用電腦後製的方式 去把這些想像圖給呈現出來 分享在我的IG或是臉書 然後最近就有個朋友問我說 這些後製圖是怎麼製作的 所以今天我就想說,好,那我拍個影片 呈現如何製作這些後製圖的創作過程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開始創作吧 首先打開你的修圖軟體 那這一隻就是我們今天要修圖的對象 青蛙王子 先點選快速選取工具,然後來去背 背景用個綠色的底色,這樣比較看得清楚 然後去乾淨 大致選好之後再點右下角的增加遮色片 然後再做更細微的擦拭 因為這個作品是青蛙王子 所以這一張我想要呈現的感覺是 雍容華貴的一個氛圍 所以城堡、金幣這些素材我都事先下載好 那現在已經去背完成了 我們放到底圖的城堡裡面 接著調整一下背景 然後我們水平翻轉一下底圖 因為石雕的光線是從右邊打向左邊的 所以我們也要讓底圖的光源跟石雕主體是成一致的 接著把素材寶座做去背 然後一樣放進來調整大小 接著我想要讓地板是那種黃金的感覺 所以我要做一個綁光的效果 先把地板擦掉 塗成黃色的 然後再把背景做一次複製顛倒過來 這樣就變成倒影了 接著再把事先準備好的素材 黃金還有寶箱都把它一一去背然後丟進來 這邊我幫寶箱新增一個色相飽和度 因為我覺得那個金幣不夠黃 所以我現在要把這個金幣塗黃一點 然後我要在後面做一個金幣3 所以把金幣的素材丟進來 然後就複製貼上這樣 這邊不用做很細沒關係 因為等一下會做景深 所以背景基本上是會霧化 好現在基本上所有素材都丟進來 那我們要做一個最重要的動作 就是每一個物件都要分別去調整它的光影 一旦光影和諧了 就可以消除這些複製貼上的這種違和感 哪邊該明亮哪邊該要有陰影 這個就要比較仔細的去思考 像這個底部地方就是要有陰影 要有主體的影子 才會像坐在影子上 那手臂的部分也是要有陰影和明亮的分別 想像光是從右邊打過來的 所以影子要在左邊 然後這個複製嘴巴咬的50塊 我想要把它用黃一點 所以是一樣使用色相飽和度 好接著要將背景虛化 也就是景深 那我們這裡選濾鏡模糊 然後選擇高絲模糊做一個調整 再來就是做一些光影反射的效果 像這個頭上的鑽石 鑽石的折射光效果做好之後 我要做一些閃亮亮的反射點 所以我們選畫筆 然後選這個 然後選白色 就在鑽石上點幾下 就有那種光澤的感覺 接著再選黃色 黃金上面也要點一些 只要有黃金的部分 我們都點一些 都點好之後 就很有那種金幣輝煌的感覺 看一下前後的差異 這裡再做一下最後的光影調整 讓它看起來再更和諧一點 然後上面這邊我想要做一個 炫光 就是用藍色白色 然後再用動態模糊 動態模糊完之後 我們再選高絲模糊 讓它看起來更加的自然 感覺就像一道光雲一樣 好 那到這邊基本上都好了 那我們再為它上一層濾鏡 這裡就看你想要 冷色調一點還是暖色一點 那我這邊是選稍微冷一點的感覺 濾鏡好了之後 我要上一個移軸模糊 這個概念就是有點像拍照的時候 其實不只背景會模糊 前面也會有一點點的模糊 所以我們要讓底部也有一點點的模糊 這樣就好 好那最後這就是我們的完成品 最後感謝你們的觀看 喜歡我的影片都可以去追蹤我的臉書 或是IG 裡面都有不定時的作品跟新 再次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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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